HELLO 各位前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每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六 晚上的九點鐘到九點半是聖索站的時間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八點五十五 待會呢 這個聖索就拆掉了 有沒有看到 剛好進入到拆掉的那一瞬間 他會在這個聖索站開始前五分鐘拆掉 然後九點鐘的時候呢 才可以開始幹 那因為他說有其他人要來佔我地方 所以我就先來這邊卡位了 那目前 隨著這個禮拜二的更新 聖索站的這個佔領地點已經來到了二十個地方 最新的呢 是這個安德拉帝國德華森林裡面的這個中央聖索 還有這個西部聖索 那中央聖索呢 他提供的BUFF是目前所有聖索裡面最好的 HP加一千 或者金幣加四% H恢復加15% PVP攻擊力加15% MP恢復加10% PVP傷害減免加10% 還有移動速度加5% 這個是目前最高的 但是呢 並沒有人佔領 因為目前可能還沒有騎士團等級可以佔領他 他有寫說 所需要的守護塔等級 他沒有顯示騎士團等級 他顯示的是守護塔等級 那守護塔等級怎麼看 在這邊看喔 我們給騎士團 然後經營聖索 我也佔領聖索 哇 沒辦法看喔 我待會要佔領之後才可以看 他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塔 他就會顯示 你目前的塔等級是多少 那你不管佔領哪一個聖索 你只要蓋齊塔 你就會拿到這個守護塔的這個增益效果 那你如果說有佔領特定的聖索的話呢 還會再另外再拿到這個聖索的這個BUFF 那目前是56分還有4分鐘 好 我們剛剛已經看了這個 安德拉帝國德瓦森林的這個中部跟西部這個聖索了 那我們從最低等的開始看好了 最低等的是這個艾拉文西谷 這邊的話呢 有這個西部聖索跟這個東部聖索 那看起來這個是最低的 東部聖索 然後再來是西部聖索 我們再往上 我們來到這個火紅荒野 火紅荒野的話呢 就是有西部跟中央 我們先看西部 西部是HP加400 金幣加1% 然後中部的話呢 是加1.6% 卡納克峽谷 這邊也有 這邊的話呢 有北部聖索 跟外域聖索 然後接下來是倒轉的 艾拉溫西谷 這邊的話呢 有這個西部聖索 然後還有這個東部聖索 兩個聖索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來到了這個倒轉的火紅荒野 這邊的話呢 有西部聖索 以及中央聖索 那接下來來到了卡納克峽谷吧 這邊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北部聖索 跟這個外域聖索 那再來繼續看 倒轉的古代以及這邊也有 這邊的話呢 有這個北部聖索 跟東部聖索 拉米斯森林 拉米斯森的話 這邊的話有一個 中央聖索 這個是四級守護塔才可以佔領的 這個是比較高等的啦 我應該要先看這個載隊 這個 馬勒塞海岸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中央聖索 這個是四級的齁 其實 就是 從這個大地圖開始啊 歐瑟曼的王國開始 他都是需要等級四 我目前 騎士塔是可以佔領的 我們騎士塔的這個守護塔等級 來到四級 但是因為現在沒辦法看 我要蓋完之後 才可以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我們的守護塔等級是多少 稍等一下喔 現在是五十五分 再一分鐘就可以蓋了 那蓋的過程之中呢 需要多次的手動 他不是一次就好 那通常呢 我們都是 一個人 庫而已 就是團長我 因為這個塔很奇怪啊 就只有團長才可以開始建造 那其他人在團長開始建造完之後 你們才可以幫忙蓋 沒辦法 就是由其他人當作起造人 好現在已經九點了 但是還沒有顯示開始 再稍等一下 我們長期佔領這個 道轉的卡納克小組的外域聖索 從開輔到現在幾乎都是佔領這裡 沒有換過 欸可以了 好啦我們來蓋吧 外域聖索是否要開始佔領聖索 確認 當我們被怪物打的時候呢 是無法蓋的 我們先把它打掉 好啦 這時候呢我手上拿的槌子 已經在蓋了 不過呢他自己蓋一蓋會停下來 所以我們還要再點一下 他真的會自己停下來 一段時間就要點一次 沒辦法就是讓他直接蓋到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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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停下來 再點一下 再點一下 哇 蓋好了 蓋好了 那蓋好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騎士團這邊 經營 聖索 這邊的話呢 就會顯示這個 騎士團守護塔建造爭議 你只要有蓋一個守護塔出來 那你就會可以拿到你守護塔等級的 這個相對應的增益的 好 這個是非常補的 增加經驗值獲得10% 還有攻擊速度10% 那因為我佔領的是這個 道轉的卡納克小國衛聖索 那這個聖索的話呢 也提供了這一個相對應的獎勵 好 所以在這個施索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 不管怎麼樣啦 好 你一定要把塔蓋起來 把塔蓋起來之後呢 你至少這個獎勵 好 那再加上這個 你所佔領地方的這個buffer 這個多多少少 都還是可以提升大家的一些能力的 好啦 以上簡單的分享 祝福各位好朋友 每次的聖索站都有自己的家了 掰掰